67. 經濟日報 2015年7月4日報將02耀民推動中法務實合作約 上新台街座中法工商峰會閉幕式上的致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015年7月2日 法國屠勞茲、尊敬的亞爾斯總理、馬克龍部長 尊敬的梅洛斯行政長官、馬爾維議會主席、各位工商界的朋友 女士們、先生們、很高興與亞爾斯總理一同來到屠勞茲 出席中法工商峰會 這場活動在我結束對法國的正式訪問前夕 不僅為此訪或上了圓滿的句號 而且相信會為中法工商界的合作拓展更加廣闊的空間 中法建交已經五十年了 孔子說 五十而知天命 中法關係五十年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這也時基於中法之間遠遠留長的友誼 長期以來 兩國領導人之間交往頻繁 去年 習近平主席對法國進行了成功的國事訪問 今年上半年我與亞爾斯總理實現了互訪 我們有了過去五十年經驗的積累 可以洞察今後五十年中法關係將會更加燦爛和輝煌 我們並非與賢家 更不是算命先生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 是因為我們擁有長期的合作基礎 以及此訪期間兩國在諸多領域取得的風舌和開創性的成果 特別是雙方一致同意推進國際產能合作 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在核能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 在航空航天領域進行大規模和更高水平的合作 這寫都表明中法合作是高質量的 不僅如此 我們還決定為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和開拓第三方市場設立共同基金 按照商業原則 為相關項目合作以及中法優勢產品開拓第三方市場提供融資支持 雙方將就此進行具體初相 我們可以明確地說 不論是在中法之間還是在第三方市場 只要有符合市場需求 雙方認為合適的項目 中方就願意和法方一起提供必要的融資保障 把金融服務和實體經濟有效結合再一起 這時應對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甦法力 復甦進行一波三接的有力措施 因此 中法合作不僅有利於雙方 也有利於世界 我想起大哥樂將軍講過的一句話 如果不偉大 那就不是法蘭西 同樣 如果不偉大 那就不是中華民族 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結合在一起所創造的能量 不僅是一加一大於二 而且會產生核聚變的放大效應 當然這種核聚變是民用的 是有利於和平的 我們不僅可以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而且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 發展智慧城市 推進農業現代化 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開展合作 面向未來 中法在創意創新 網絡空間等領域也都有很大合作潛力 剛才主持人說在上述領域中法雙方上午而進行深入探討 中國人既是無實的 也不失浪漫 法國人也浪漫著稱 同時也是肯主重無實的 我們兩國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契合點 就是都有悠久的美食文化 美食文化正是浪漫和無實的完美結合 中法雖屬不同文明 但相互尊重 開放包容 不斷拓展利益的契合點和交回處 我們願意和法方做人民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 樂見更多中國留學生到法國學習 大家都知道 近百年前 曾經有一批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到法國勤工劍學 通過法國更多地了解世界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又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 法國作為發達國家也有悠久歷史 我們歡迎更多法國留學生去中國學習 也希望看到法語在中國的外語教學中不斷走向前列 這樣 我們兩國的年輕人就能夠了解掌握彼此的語言 學習者禁對方的文化 我們也願意推動中國遊客到法國來旅遊 昨天我訪問了馬賽士和艾爾勒斯 那裡的市長們對我說 他們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去旅遊 現在中國公民每年出境有超過一億人次 我向市長們建議 請他們準備好更多的旅館和相應設施 迎接來自中國的遊客 我們也歡迎更多法國遊客到中國去 中國也會為你們的到來做好準備 上面 我講了中法合作 這類 我幻想介紹一下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 因為這是中法合作的重要基礎 可以說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依然捕你為奸 主要經濟體走勢分化 新興經濟體下行壓力加大 大家都很關注中國經濟形勢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年上半年 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結構調整步伐加快 主要經濟指標趨勻向好 我們有信心 有能力實現今年經濟增長7%左右的預期目標 要著力保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 邁向中高端水平 需要穩定宏觀經濟政策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創新和完善調控方式 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 根據形勢變化適時適度與調微調 堅定推進結構性改革和結構調整 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有效 打造大撲平 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商引擎 培育公開透明 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 不斷鞏固經濟向好的基礎 請法國工商界的朋友們放心 中國市場的潛力是巨大的 匯旋與地和空間也是巨大的 歡迎你們到中國投資創業 中國會把你們在中國註冊的企業視作本國的企業 營造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 我們也鼓勵更多中國企業到法國投資興業 希望繼國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今天,我和阿爾斯總理一起來到陶勞之 這類是飛機生產基地 如果把中法合作比作一架大飛機 兩國的企業就是這架大飛機的商引擎 我希望,你們不僅是雙引擎 而且要成為四引擎 推動滿載著中國人民和法國人民的期待 飛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謝謝大家 新話社法國徒勞之7月2日電